向甲常规赛第十轮的精彩对局 魔童孟凡瑞遭遇大锤身捧 一场血雨腥风在所难免 开局选择中炮过河鞠对屏风马 前面的下法还是比较常规的 这里黑方选择飞向 红方正常马八进七 黑方再选择补适是较为少见的走法 此时红方选择马进进六 黑方如果选择居一平四 红方可以巡河炮 显然黑方无趣 所以呢走一个进炮打马 先把红方的马给打走之后 再选择进炮 准备将来打兵亦或者平炮 打红方的马是比较常见的思路 此时孟凡瑞选择马平七 黑方强行平炮对局 此时红方不能压马 否则黑方要炮打兵 所以只能对掉 红方再选择出击捉炮 身旁选择平炮 瞄住红方的马 此时孟凡瑞选择卸掉中炮 是很好的调形策略 黑方跳马 红方马七退六 眼看着红方的兵 马上又冲过去 攻击黑方的三路马 身旁选择简单对局 是很好的处理方式 这样双方把局对掉之后 形成了马炮残局的大战 红方要赶快补相 黑方打掉一只兵 此时编冰还在对方的火力范围 所以孟凡瑞呢 先兵酒尽衣 很细腻 本以为这盘棋 双方马炮残局很枯燥无味 没有想到呢 会是一盘非常经典的大战 此时黑方平炮 红方退一手 再选择进炮准备过足 红方选择炮六瓶酒 此时身旁选择马尔近四 下不起选择冲足 红方的马就没有好位置了 所以选择先躲一步 当你冲过来打我的马 孟凡瑞选择回来 此时身旁选择横足 这早在孟凡瑞的计划范围 正好进炮一打 这也正是刚才平炮的妙用 此时这个局面下 黑方考虑进马踩炮 可能更为理想 如果你打我的足 我可以上马踩炮 这样去抢先 这个足呢也不白丢 实战当中 黑方选择直接上外马 起料孟凡瑞 有一个平炮打马的妙手 由于黑方的炮躲不开 这个马呢 只能被打退 那么黑方的过客足 被白白吃掉之后 红方取得了略微的小优势 此时身旁选择越马踩 再选择冲上来 咬住了红方的马 但孟凡瑞并不示弱 选择马迹进六 黑方冲足 下部级准备要继续冲足 威胁红方 所以红方赶快越马踩炮 黑方躲一步 红方再选择瞄住边足 黑方选择跳马 红方一打 黑方一跳 踩炮抢先 红方选择扔底 准备踩中向 黑方回马踩炮 红方就推炮打马 逼迫黑方表态 此时身旁下的也是比较理性的 简单把马换掉之后 可以多吃一个兵兵 局面稍微简化之后 红方还是多一个兵 稍战优势 此时平一手 将来司机准备浸泡压马 那黑方呢就先把马跳起 孟凡瑞残局啊 也是非常的厉害 走一步 浸泡 准备打边足 看黑方如何表态 此时黑方浸泡一将 红方就上个老帅 局面到这里 进入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那黑方应该选择把炮退回 理性的回防 那红方想进取 还是很不容易的 但黑方实战 随手走了一个马六进四 造成了祸根 那孟凡瑞呢 心明眼亮 直接平炮钉马好奇 下不起 有越马 直接卧槽攻杀的手段 那黑方不好防守 被迫之下 选择双炮 看住红方卧槽的点位 但按下了葫芦 起了瓢 红方呢 平炮塞向眼 准备要冲兵捉死马 黑方只能回来 红方顺势把鞭足一打 取得多双兵的优势 黑方就非常危险了 此时选择退炮 红方就把冰冰冲过去 黑方再选择平炮 意图很明确 准备要退炮打马 威胁红方冰冰 此时红方非常理性 选择平炮 卡住 不让你轻易退炮打马 黑方一躲 红方就横冰 这里选择回马 先行避让 红方顺势摆中炮 退炮打 红方就进炮一C 这样呢 还是取得了多双兵的优势 眼看红方的欺兵 也要渡河 黑方赶快出将 红方强行渡过去 用相换一个兵 也是被逼无奈 由此呢 红方取得多兵多相的优势 黑方很危险 那进把灯 红方就拱一下 再选择退炮 此时是打兵打马 红方进炮守住 你再回来 红方就跳进去了 不再跟你走循环 黑方此时退炮再行憋住 红方呢 就炮六退二 黑方回马 红方进炮 准备发动总攻 现在踩着黑方的中视 身旁也是狠人 选择了四五进六 红方选择直接窜边 准备干掉对方的单向 黑方此时选择双炮保住 红方横兵一将 此时选择退炮打中族 更为稳妥 一旦消灭中族 取得多双兵多相 黑方败事已定 实战当中 红方选择平炮腰队 并不是特别的严谨 对掉大子之后 实际上黑方呢 是喘了一口气 可以顺势对足 这样呢 形成的这样一个残局 红方多兵多双相 但是取胜还有一定的难度 要看红方后续的处理 这里选择平炮 黑方出老将摆脱牵制 用马吃兵 红方先躲一步 这里回马踩兵 消灭了红方的一只相 但红方没有太大的发手压力 也不怕 这里呢 是飞向桌一下 再选择飞龙在天 将马顶坐 下到这里 黑方选择回马 应该说呢 是更顽强的走法 击红方的鞭炮 让这只炮呢 只能先躲 然后进马踩相 再选择进马踩兵 连续骚扰红方 红方的兵如果躲开 黑方可以炮击平三 那将来呢 马五退三 再马三进四等等 应该说呀 这个棋呢 红方想赢棋 难度还是有一些的 那么实战当中 身旁特大 选择越马登兵 红方一躲 那么此时回马踩相 对于红方来说 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威胁 反而是给红方的兵赶了一步棋 孟凡瑞杀的兴棋 直接选择冲兵 准备形成左右夹击之势 此时黑方还是应该回马踩炮 较为稳妥 实战当中 选择上将并不理智 这个棋呢 本以为老将将来上天 是一个安全的选择 但起料孟凡瑞直接下兵 黑方的老将一旦上了三楼 这个局势下 恰好红方有不回马 马上就要威胁退炮较将 那这个棋呢 黑方非常难过 你不能动中士 否则退炮一将 你要是落势 我马尔尽死一将 要形成双将杀棋 黑方恰好来不及防守 而且老将呢 被帅和兵呢 死死的夹在这里 被逼无奈之下 黑方只有选择平炮去防 那么红方顺势退炮一将 你不能电炮 否则白打 只能被迫用马去填 由此红方进入胜局的啊 一个盘剥阶段 此时选择落相 调整阵型好奇 黑方把炮退回 那红方呢 选择回马 下到这个局面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 红方敢不敢跳马 这里呢 有一个重要的变化 会与后面呢 进行对比 假设黑方 此时选择跳马 是不成立的 大家记住 此时不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红方可以白打你 此时你选择回马 困住我的炮 是没用的 因为红方可以马三进五 你吃我的炮 必然 否则我一跃马呢 炮你就吃不到了 那么你一吃 关键点在这儿 红方的老帅 可以出来锁住你的将位 下不齐 要越马杀齐 那黑方 只能动中士 去解杀 无论你的士 走到什么位置 我都可以跳马一将 再选择近帅 将黑方的马 给锁住 恰好这个时候 黑方的老将 左右都走不了 只能下去 红方一步回马 将黑方的马 给白吃 这样呢 黑方就必败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了解到 黑方此时不能越马 那么你要是动炮 也不行 动炮人家马三进四 黑方呢 也就一命呜呼 所以现在黑方 所有的子力 全被困住 唯有中士 可以乱动 那么红方 可以淡定的 调整自己的子力 调整一下 你只能动士 调整一下 你只能动士 再调整一下 此时黑方 还是选择了上市 局面进行至此 很关键 红方正确的走法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选择 马三进二 此局进入高等残局阶段 非凡人 不好结野 我们来分一下 这个精妙的残局 此时黑方 如果选择 简单躲炮 那么红方怎么赢 此时可以落个相 我们接着 孟凡瑞的思路 孟凡瑞 为什么连续走几步棋 搞了一个阳脚式呢 那就是为了将来 红方的炮 可以随时退回下二线 形成炮一平六的杀棋 那么下到这儿 正好红方可以落下 形成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黑方 如果你选择炮回原位 显然不行 我直接退炮 准备要平炮杀棋 黑方必败 因为你的炮 抬起 我平炮一将再一打 简单啊 也就要得此了 那么黑方 如果你的炮不回去 我还是退炮 那黑方还是没有办法 此时 如果选择越马上来 那么红方呢 可以平炮一将 再选择进马 形成杀棋 所以啊 这个棋呢 走到这里 黑方进炮 显然是不行 那如果选择动势 红方即可拔踩势 形成杀棋 此时黑方有三种种法 都不行 假设第一种 选择简单退炮 那么红方此时 等一步 黑方就没辙了 现在 你的马动不了 老将动不了 士也动不了 只能动炮 你的炮往哪动 你的炮 抬起来 我马似近武 就是双江沙 所以这个棋啊 黑方已然必败 如果你选择抬一步 那我现在呢 就回马 这个棋啊 很妙 你打我的炮 我踩你的马 正好形成绝杀 下步棋 马二退四 黑方无法防守 好 再回到这里 黑方如果选择上士来捉马 那么红方也是很简单 有了刚才的思路 就回马一踩 你只能打我 我一踩呢 下不棋 还是马二退四 绝杀无解 所以黑方此时 唯有马八进六 但是也不行啊 红方呢 马四进三一将 老将动不了 你马也不能白送 否则我吃了 还是马二退四 你只能动炮 再选择回马一将 然后马二退四 绝杀无解 通过以上的分析 这里啊 黑方无论走什么 都是必败 可见啊 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已然是 无药可救 也正因为如此 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选择 越马进去 将其顶住 是最为标准的 正确答案啊 但是呢 像讲的比赛 还是很紧张 怎么可能算的 这么细呢 孟凡瑞此时 选择落相 依然呢 想构造 仰角士 泪炮的 这样一个杀法 但实际上 这个棋呢 是有漏洞的 此时黑方 走了一步 马八进棋 那为什么 现在可以 马八进棋了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此时 红方就不能 再打炮了 如果你现在打炮 我们跟刚才的 变化对比一下 黑方可以回马 将其关死 此时红方 你再选的进马 就已经没用了 人家把你炮吃了 由于红方 支起了仰角士 这个老帅 一步棋出不来 那黑方就没事了 这个棋呢 是一个合棋 因为你锁不住 人家的老将 人家将来 可以落落市 可以处处降 这个棋 没有了帅五平六的助攻 这个棋 已然不成立 所以走到这里啊 红方呢 很尴尬 只能选择退炮 就当红方认为啊 这个棋难赢的时候 起料呢 黑方走出了一步 惊天大漏 直接送仨 黑方正确的做法 应该走什么呢 应该简单抬一步炮 红方啊 还真的不好赢 那你要是平炮江呢 我就进老将 你要是进炮江呢 我就再跟你对炮 那红方战时呢 还真没有一击致命的棋 但非常可惜的是 深鹏特大啊 此时走了一步自杀棋 马七进 眼光招 以为那将就将不错 结果被红方解江 还杀 进马返江 黑方只能进炮 红方一步进炮 即形成绝杀 无解